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有完没完 王一博好消息频出 却抵挡不住无中生有的内涵 最近的UNIQ王一博可谓是好消息不断 无奈随之而来的就是极度下的各种被内涵 首先 王一博的代言层出不穷继续输出 前有郊内代言提前预约 后有太平鸟全球代言官宣 紧随而来的就是新剧风起洛阳海报上线啦 真是好事频出 必然让人看得眼红脖子粗 更让人吃惊的是 某些人为了博取热度跟关注度 居然移花接木 无中生有的造谣 众所周知 王一博告黑粉的事件再次提上日程 结果好管闲事的人从中作梗 开启了移花接木 无中生有的造谣 没有的事情 都会拿来大作文章 王一博维权实属不易 某些为了完成自己的KPI 也是各种的良苦用心 随意不追求事实真相 就肆意妄为 不知道现在情朗行动 是不是需要好好整顿一下这种的所谓打着爆料的旗号 出来各种的造谣声势的博主呢 首先这位博主发文说王一博现在除了告黑的事件之外 通过考察王一博所在的公司看 上海一博文化传媒工作室显示 王一博还陷入了银行借款纠纷中 事实真的如此吗 结果通过官方起查查发现 根本就是无中生有 试问 这种行为单纯的举报可能不行了啊 这是捏造事实 恶意诋毁了啊 王一博担任股东的这个企业 根本没有任何的风险 连立案信息和开庭公告都是零 根本没有任何的风险 这位博主的故意移花揭幕 利用同名同姓这个问题来故意找查 这种行为试问一下王一博的公司 是不是需要出来清理一下呢 真是被这种的通偏黑给整弃了 怎么就见不到人家红了呢 关注王一博这么久 真的是但凡有一点好事 各种的花边造谣就伴随而来 这样反而让很多人看透了娱乐圈的乱 红到这种程度 哪怕他在低调 都无奈人气跟专注度 更抵挡不住这眼红的节奏 说了这么多 终究还是感叹 红到底有什么用呢 看王一博的处境 只能说 保持无感 他的大心态就是这么锻炼出来的 有种触敌反弹效应 越是被人这般的肆意横行 越会让人产生保护欲根黏性 因为王一博处在一个明显 因为红而被受欺负的状态 怎么会容的呢 别说粉丝会控住不住 路人听了都会打抱不平的 面对金姐内涵 王一博没有主持人正知识 这不过还是老生常谈 大可不必 最后呢 无论是被内涵还是被恶意造谣 终究说明了一点 那就是王一博确实是当下炙手可热的存在 你们在利用他来博取眼球的时候 同时也让大众看清楚了你们的本质 现在大众不再是表面上被评 同意人言辞就轻易相信的了 你们在消耗大众的同时 大众自然也会把你们巴拉得干干净净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还请多点时间放在自己身上 别最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王一博新代言的郊内家居服不错 还有即将官宣的太平鸟代言 喜欢的小伙伴可以看看 广告片拍得真心不错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